新型肺炎来袭 随着国家公布数据的刷新 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 随即线上线下的N95口罩卖断货 所以就有很多人提出疑问 在买不到N95口罩时 用其他口罩是不是也能起到防护作用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日常能买到的口罩品种 以及各自的作用 另外给大家演示一下N95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 市面上的口罩通常是 市面上分为六种 分别是纸口罩 棉布海绵口罩 活性碳口罩 纱布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N95口罩 下面带大家分别看一下六种口罩的区别 一 纸口罩 是由一层单薄的纸质制成 它比较适合平时家中清洁时使用 不可作为预防病毒时使用 二 棉布口罩 可以一定程度阻隔颗粒较大的飞沫 据统计棉布口罩只能过滤掉空气中37%的病毒颗粒 三 火性碳口罩 是在口罩过滤材料中添加了火性碳 用于过滤吸附有害有毒气体 如雾霾 装修材料中的本 胺 甲醛等 防病毒能力并不强 四 医用外科口罩 可以有效防止病原体 卫生物 体液 颗粒物等直接通过 对平均颗粒直径为2.7至3.3微米细菌的过滤 可以不低于95%以上 医用外科口罩通常有三层的构造 外层和最内层为布织布 中间为绒喷布 外层防水阻隔液体 中层吸附微粒 内层吸巢 鼻架位置通常由金属鼻架构成 以便口罩与鼻部 面部密切贴合 所以医用外科口罩 可以选做自我防护和隔离病毒的口罩 5.N95口罩 是美国NIOSH认证的防护口罩 并不只戴某一种专门的口罩 而且只要符合N95标准的口罩 都可以称为N95型防护口罩 它的主要作用是过滤 悬浮微粒 病毒颗粒 可以有效预防呼吸道感染 雾霾等 N95口罩可以抵挡95%以上的 0.3mm及以上的病毒颗粒 立体造型可以更好的贴紧面部 起到密封效果 所以本次备言 医生大多推荐购买N95型防护口罩 下面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两种能有效阻隔病毒的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 佩戴一用外科口罩应采取以下步骤 一 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 二 将蓝色防水层朝外 有金属鼻夹的一侧朝上 将口罩挂在耳上 三 上下拉开口罩褶皱 让口罩覆盖口鼻和下额 四 双手向内按压金属鼻夹 使其与鼻梁轮廓贴近 五 可以迭代 单个口罩注意一次性使用 每四小时要更换一次 佩戴N95型防护口罩应采取以下步骤 一 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 二 将有海绵条或者无花的一面面向自己 用口罩抵住下巴 三 戴上口罩 将固定带放置于头顶及脑后 四 按压口罩上的金属条 使其贴合脸型 五 进行吹气 检查口罩密闭性 如果发现口罩密闭性不好 立即更换口罩 大家要选对口罩 并按照正确方式佩戴 才能有效防止病毒感染